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样一个职位的话 想讲一下关于我们在澳洲的这些公司 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技能 以及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领域里面站稳脚 我们需要在哪一个方面 就是哪个方向要去努力的 那我是今天的演讲人Gini 那我在讲今天的 分享今天的我自己的经验和课程之前呢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因为我看在我的海报上可能我的介绍比较短 那我自己的话是在澳洲完成了金融分析和会计 两个硕士学位 那毕业以后呢 首先进入了GE Capital 通用电器 做的是关于客户信用以及产品分析的工作 那离开了GE Capital以后呢 我进入澳洲四大银行之一的ANZ 做的是反欺诈交易类的数据分析师 主要做的是分析产品和客户的 就是不一样的客户群体 然后会写一些监测欺诈的算法和优化现有的算法 等方面的内容 那在去年的下半年呢 我又加入了新的工作组 现在主要做的是关于房贷利率的走向和客户需求度 还有定价方面的分析 那我简单的讲了一下自己的工作经验 那肯定有很多同学已经发现了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商科背景 然后转到数据分析师这样一个职业的经历 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各位聊一聊 关于数据分析行业的技能 然后呢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分享 和我自己曾经走过的这样一个职业历程 来让大家受到 就是能让大家有非常多的学习 还有求职上的启发和收获 那我今天的课就是分享内容呢 会讲到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首先呢会讲一下关于数据分析 和行业内的工作性质 那会讲到关于这个行业到底设计的面是有多广 然后呢在找工作的时候 作为我们筹职者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 那第二部分内容呢 我会说的是关于职业的技能需求 那作为一个数据分析师来说 公司最看重的是你的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那第三方面呢 我会讲一下关于这些公司看重的能力 我们如何去提高自己 如何去努力 然后呢让自己能更快的找到一份数据分析的工作 能够在这个职场上站稳脚跟 那我们先讲一下关于第一部分内容 那首先是一个行业的选择 那我这里列出的这些行业呢 是目前最多的同学和最多的数据分析求职者 想要进入的行业 那最多人想要去的是金融行业 那等一下我会稍微详细的讲一下关于这些行业 然后呢是零售业 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百货公司 David Jones Maya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快速消费品公司 零售业也是大家非常想要去的一个行业 然后再次呢是通讯行业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Telstra Optus 这样一个通讯类的公司 然后接下来是能源 能源公司也是比较多人喜欢的 因为他们可能待遇也是比较好 接下来是比较少同学 比较少的一些Junior的同学会进入的是政府机构 最后是医疗行业 因为有一些医疗行业的数据分析工作 可能需要比较多的数据 就是医疗的背景 那最后呢我写了一个关于Firm事务所的一个数据分析工作 那我一会儿会回过来讲一下 这些不一样的行业 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优点和比较难的一个让同学去进入的一个点 那首先讲一下关于金融行业 那金融行业其实很多人想要进 当然也是选择的面是最广的 因为在金融行业的公司特别多 那最主要的是 大家最想要进的 我遇到的同学比较想要进的是银行 保险公司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Super公司 也会找比较需要数据分析师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银行和就是 我就范指金融公司 就是金融公司的话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产品的选择面非常非常的广 然后产品线也很多 那我们大家会比较熟悉的 关于比如说银行或者是一些金融公司 你们会知道有很多的是做信用卡业务 对吧 有个人信贷业务 还有车贷 然后银行主要 银行和一些和部分的金融公司 他们会有房贷的这样一个产品 那每一个产品里 他们还细分了很多小的产品 因为会对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定价 所以说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优点就是说 你的选择面产品线非常非常多 那也就是说对于你来说 你会去处理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 金融行业的跳槽是非常有优势 就是说你在同行之内 跳槽机会很多 如果你要进入别的行业的话 其实也是相对容易的 所以说我目前所认识的 想要进入数据分析行业的同学里面 最想要进的还是金融行业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非常想要 做数据分析的话 那你可以在投简历的时候 比较优先去投一些关于 金融有关的一些数据分析工作 那对于金融行业 我说了这么多的优点 那它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想进 但是似乎也没有这么容易进 那原因可能还是因为 有一个金融背景的一个要求 因为有很多的数据 在金融行业的数据分析工作 它是需要你对这些产品 有一定的了解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 想要就是毕业 毕业以后直接想要做 金融行业的数据分析的同学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我讲一下关于事务所 那事务所呢又跟 普通的行业就会有一个 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说事务所要看 你想要进的那个事务所 他们比较多做的是哪一个 是为哪一类公司去做一个数据分析 这样一个consulting的工作 那我所知道的很多 在我公司里面 就是有很 我们会雇佣事务所的人来 我们这边做一些 做一些数据上的处理啊什么 这类的工作 那他们这些人 虽然不是直接被银行雇佣 但是他们其实接触的也是非常多 银行的一些业务知识 那事务所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行业的接触面 其实非常广的 当然有可能有一些公司 他只对只针对某一些行业 做一个consulting的工作 那你自己可以去选择一下 那第二个优点是 他们对技术要求是 超过他对行业知识的要求的 那这个原因也是因为 他们可能会派你去 不一样的行业和公司去做consulting 所以说他不会对你一个行业 某一个行业的知识 需要你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了解 所以我觉得对于出入数据行业的人来说 如果你在技术上面 比你的同伴更有优势的话 那如果去找Firm的工作 也是对你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说 我们先要入行对吧 所以说你在这个选第一步的选择上面 其实你需要仔细分析一下 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然后可以把握这个你的优势 来把握这个点 来进入你想要去的行业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关于工作性质的分类 那我这里是分成两个大类 第一类是偏Technical 在Technical那一块 我觉得Data Scientist和Data Engineer 这两类工作是比较偏向于技术类的 那第二部分 我觉得偏Business的话 就是偏业务的话 就是大多数的工作 Data Analyst都是比较偏实际业务的分析 那我为什么这样分呢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其实Data Scientist可以被认作为是Data Analyst的升级版 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在一个就是技术上面 就是在你的Coding能力上面是比较有优势的话 我觉得有些就是有些同学他可能背景本身就是数学或者是统计啊 或者是Data Science的背景 那我觉得你可能直接就可以找到一个Data Scientist的工作 或者是很偏技术的Data Analyst的工作 那我觉得今天来听课的同学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并不是数据分析背景的同学 那你们如果想要转行进入数据分析师 或者是你现在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你不是一个数学同学背景的学生的话 那我觉得你的选择面可能在Data Analyst里面会非常的广 因为做Data Analyst 你在各种行业和很多不一样的部门 你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的一个定位 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是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关于Data的核心 做Data这样一个核心的工作 但是呢他这个工作啊 不一定名字就叫做Data Analyst 那我们后面会讲就是在我们找工作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去敲那个公司的门 因为很多很多的工作 你如果在Seek或者是在LinkedIn上面看的话 那有很多的数据分析工作 它可能是一个另外的名字 它可能是叫Reporting Analyst 它也可能是叫Risk Analyst 那它也有可能是叫Financial Analyst 或者是它可能说叫System Analyst 或者会像我之前做的就是做Fraud 是叫Fraud Analyst 所以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首先是看这个工作到底是岗位 是让你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呢看它对你的要求是什么 从而去判断你这个工作 是不是你要的一个Data Analyst的工作 好吗 我这样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非常清楚这个思路 那我这里还就是想想讲一下 就是关于数据分析师的门槛有多高 那我之前的一些学生可能会觉得 就是这个好像听起来好像非常难 非常高声啊 你又要懂技术又要怎么样 那我其实自己觉得其实它的门槛并没有大家想象的有那么高 就是那么遥不可及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自己总结的关于这个行业 其实就是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一个就是你的一个技术能力 那所谓的技术能力就是说 你对那个数据库软件的coding能力 是不是达到一个可以自己去做分析的一个程度 那第二个能力就是说你对行业的一个了解 那行业的了解可以是你的academic background 可能是你以前学校里面学的一个背景 也有可能是你一个实习的一个internship的一个experience 对吧 那也有可能是一个你之前 比如说你做了并不是数据分析师 你在某一个行业 比如说金融 比如说能源 在这个行业你做了一个比较operational的工作 那所谓operational就是说 并不涉及技术类 也不涉及分析 就是一个比如说customer有关的 customer experience之类的工作 那我觉得其实做数据分析师 你只要有你的行业的知识 然后呢加上你一个会使用基本数据库软件的能力 那我觉得你已经是可以qualify一个genior data analyst的工作了 所以说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样分析的话 大家可能思路会比较清楚 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工作 虽然可能现在大家觉得会比较难找一些 但是这个你只要知道这个努力的方向的话 其实数据分析的工作的 可以去找的一个行业和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广的 所以我并不觉得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有非常高的一个门槛 因为不管你之前做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其实都能找到你想要去的这样一个行业的数据分析工作 好我们讲完了这个关于这个行业和工作的性质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关于做数据分析的话 我们的企业最想要看到你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那我这里写的有四个能力 那第一个能力就是说 最重要就是一个business knowledge 那business knowledge就像我之前讲的一个 一个你对一个行业的认识 那如果你要做金融行业 你找到某一个产品的数据分析师的岗位 那你可能需要对那个产品了解 对吧 那举一个例子 就是拿我的之前的一个fraud analyst的一个职位 来分析给大家听 就是说作为一个反欺诈的分析师 那你可能需要懂得的知识非常非常多 那你可能需要懂payments 对吧 你那个transaction的你的那个交易是怎么样 settle的 你要知道customer behavior 那就是说你知道人的一个每一个每一个客户群体 他们的消费习惯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要懂每一笔钱 他们在消费的时候 他们的settlement settlement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另外你还要知道很多在background 后面运行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银行后台交易 它的运行的一个模式是怎么样的 所以说你做我作为一个数据 就是作为一个做欺诈类的数据分析师 那我要懂的是很多不一样的细节的东西 那我因为懂了这些东西以后 在我分析 欺诈类的 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可能会去找一个 之前 这个客户的信息在什么地方被别人copy走了 那我要去找到这样一个 就是这个点的话 那我是要懂这么多东西 然后我才知道从哪个切入点去看 然后我才能找到那个有问题的一个transaction 所以说这个business knowledge是主导着我去做一个数据分析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其实business knowledge是对于数据分析师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数据分析能力 那这个能力呢我虽然写在这里啊 这个能力就是说不能没有 但是呢也不是说你如果要找 我今天讲的都是关于你要入行或是转行 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要就是公司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那我写的一个数据分析技术能力 这个能力我为什么写在这里呢 就是说这个能力你不能没有 对吧 但是呢也没有要求你要高升到什么一个程度 但是你不能没有 所以说呢就像我前面说的 当你的技术能力和就是你 你既懂一些coding的能力 然后你又有你的行业的知识 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就是企业最想要的 你就是企业最想要的一个人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说因为企业在找一个 就是数据分析师的时候 他并不是只看住你的technical skill 只会coding的 但他也不会呢 只找一个你懂business knowledge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去用数据库的人 那他们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平衡的知识面的人 那所以说你自己去想一下 关于你自己的一个情况 你是business knowledge 是你的敲门砖 对吧 还是你的technical skill 是你的敲门砖 然后呢你另一个 另一块就是另一侧 另一边就是你的加分的一个项目 所以说大家要去想一想 就是你自己在一个申请工作的时候 你到底是从哪个方面去侧重的表现自己 然后呢让别人给你的面试机会 还有就是可以雇佣你 那我第三个写的 第三第四个写的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在 就是你可能现在还不觉得 还没找到工作的时候 你不觉得这个是那么重要的能力 但是在工作中 特别是做数据分析师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我觉得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 对你来说是重要性是超过你的 甚至超过你现在的技术能力 和你的business knowledge 就是就我讲一下这个原因啊 就是说因为很多同学去找工作的时候 你不可能找到的下一份工作 跟你前面一份工作 或是跟你学校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绝对不可能 你在工作的时候 即使你在同一个公司找工作 就像我现在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部门工作 那我做的事情也是跟之前 其实很多地方是不同的 那你的学习能力会让你 就是有什么样的加分呢 就是说你学习能力很强 你永远就是需要去学到新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之前做fraud 我一直是要更新自己对这个fraud的一个pattern的一个优化 就是你自己要一直知道现在趋势是怎么样的 就是你其实在同一个工作也是一直在学习 那不要说你现在如果是同一个工作 move到另外一个工作 那你肯定有更多的东西是需要你自己去学 自己去了解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技术上非常好的一个学生的话 那你可能欠缺的是一个business knowledge 那你去了工作岗位以后 他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需要你自己去学 可能需要你自己去 就是社交去认识人 然后学这些东西 那如果你是在技术上面比较弱一些的 那你更要不停的在自己写coding的时候 你会需要google 需要去问别人啊 就去学怎么样去把这个 比如说你要写一个automation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需要去自己做很多很多的research 和自己去test 是不是这个能够给你你想要的result 所以说学习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是一个沟通能力 那很多同学会有一个误解啊 觉得好像我做一个数据分析师 我就坐在那里 我每天我都不用跟别人讲话 那这是非常非常错的一个理解 我对于数据分析师这样一个职位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大概有一半的时间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你是需要去跟别人讲的 讲话的 那你在什么情况是需要跟别人讲话呢 也就是说你做出来的数据 你做出来的分析 做出来的结果 你是需要去impact别人的一个 比如说你要去impact你的上司 去做一个strategic decision 所以说你要知道怎么样去sell 你的一个assumption 就是说你的assumption你approve以后 你要去告诉别人到底发生了一个 就是你的你找到的一个结果 是怎么样去impact的 他的一个就是你要去说服他 或者是你要告诉他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你应该怎么样去做 所以说我觉得另外就是说 你可能要跟别的部门去沟通 然后去获得就有的时候 你可能找不到一些数据啊 你需要别人的帮忙 所以你在很大概有一半的时间 你都是需要有一个沟通能力 所以说很多同学 就是在加强你的技术的能力以外 还需要去focus 就是说你怎么样更好的去跟别人沟通 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然后你做出来结果是不是有用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我想讲一下关于入行和转行 数据分析师的时候 你要体现你的什么样的优势 那这里可能会涉及到一个 简历和面试方面的问题 那首先我想讲一下关于你的行业和学业的背景 这里我写的原生行业 就是说有一些同学可能已经有 你现在的工作实习背景 或者是你的一个工作背景了 可能他还不是数据分析师 那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了 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完全可以拿这样一个背景 作为你一个business knowledge的加分项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 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关于business knowledge这个东西呢 其实并不是学校里面可以学到的 就是任何一个人 他想要拥有这些知识的话 他必须要在某一个岗位上 做个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可能他才会有比较solid knowledge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以是你在转行时的一个优势的体现 那另外还有一方面 就是关于简历和面试技巧 那简历和面试呢 我觉得在做数据分析 在找数据分析工作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我在线下的课程会讲到 关于如何去优化自己的简历 就是你怎么样写 然后面试的时候 你怎么样说 才是中了你的一个面试官 就是你的HR 或者是面试官的一个心意 就是这个也是每一个人 根据他自己的一个 就是学业背景和他的工作经历 是完全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不同的 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就是你自己的优势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好了我们讲完这个数据分析的 就是企业比较看重的 你一个数据分析能力以后呢 我们想讲一下 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内容 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提高 让自己可以更快的qualify 这样一个做数据分析师的一个 最就是minimum requirements 就是怎么样去让自己 更快的去找到一个这样的工作呢 那首先就是说关于行业知识 那我前面有讲就是 关于这个行业知识的话呢 这并不是就是你只要去找数据分析行业 你要找到那某一个行业的一个行业知识 或者是产品知识 那这个知识呢并不是一步登天可以达到的 那你可能是因为你之前 你在一开始找了一个 跟这个行业有关的工作 那通过这个工作 可能你做了半年一年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你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 你这个行业有一定了解 然后你成为一个数据分析师 那我觉得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很多人会去找一个 叫credit analyst的工作 就是信用分析这样一个工作 那很多信用分析的工作 它是处理一些客户的paperwork 还有处理客户的一些 就是财务背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他做了大概一段时间这样的credit analyst 有很多人会转到做数据分析 也是做credit analytics这样一个工作 那有很多人是做这样一个东西的 那还有一些就是做reporting analyst的人 那他可能是需要一些数据分析的 就是coding的能力 就是可以在数据库里面找到数据 然后也是做一个reporting的一个工作 那如果你想要没有办法一步 达到一个数据分析师的一个工作的话 那你可以做一些相关的administration那种工作 那这也是一个帮助你去了解一个行业的一个办法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你还在prepare 就是你在ready你的技术能力的时候 你不要去放弃任何一个本行的实习 就是你的行你想要进的行业一个实习 或者是工作机会 那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并不要 就是一看到就完全不是跟数据有关的 然后就宁愿在家里面就不走出去 然后在家里面等 所以说就是我个人觉得特别是对学生来说 就是时间一等就等没了 还不如就是先积累一下工作时间 但是并不要放弃就是学习你的技术能力 然后呢在这个同时你去找你想要的这样一个数据分析的工作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说 我想讲一下关于技术就是technical skill 到底我们怎样去加强呢 那如果你想要去读一个degree的话 那有些同学可能觉得我还是想要去系统的学一下 关于数据分析的一个能力的话 那你可以去take的那个course 就是说business analytics 那这是数据就是最偏商科的一个数据分析的degree 然后呢如果你数学非常好 你也非常有毅力想要把就是这些专业的 很非常对口的一个数据分析的那个学科给 就是啃下来 那你就去读data science 或者是statistics 或者是mathematics 那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情况而言 那还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跟我说啊 有很多在数据分析行业里面的人 他们是IT背景的 我是觉得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进数据分析行业 是不要优先选读IT类学科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读IT类学科的话 你可以读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或者是information system 那里面的话information system是 比起来是可能是相对容易一些的information system 那有一些同学会跟我说 他就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一个degree啦 他想快一些去掌握这样一个数据 数据库的一个能力 那short course你可以去读的是一个excel 然后呢python sql sas或者r 那这是现在在这个行业内 大多数人会去使用的一些数据库的软件 就是分析的一个软件 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excel excel的话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你要知道你作为数据分析师 你懂coding 别人很多你的stateholders 他们其实没有这么懂 怎么样去用数据库 那你做出来的图表 那excel就可以做一些小的sample的analysis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做成图表 然后给别人看 那很多business里面的人 他们可能用不来table 用不来click sense 他们只会用excel 那excel其实是在公司里面使用最广泛的一个visualization的tool 那我第二行写的就是一些关于visualization的一些工具 那最多人会用的是table 然后是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click sense click view 然后就是power bi 那power bi现在可能相对少一些 但是如果你会的话 你去用table和click sense 也不会是一个非常难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三个visualization 你只要会一个的话 那另外两个对你来说就很容易学会了 好 然后我就想讲一下关于提高 从不一样的渠道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那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就是一个是技术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你的business knowledge 那我感觉就是 如果你要 你要就是在这个进入这个数据行业 比如说你现在并不是做数据分析 也不是IT的 你要进数据行业 首先你要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什么叫增加自己曝光率呢 就是说要去参与 你可以看得到的所有的线下的一些活动 那可能是匠人的一些数据分析活动 交流活动 可能是加一些群认识 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已经工作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们 或者是你要去 就是说 你去学一些数据互软件 然后你认识了你的同学 那我就觉得这个 你认识的人 比较多 那你这样的话 一个是信息 会比较 比较快 就是你会知道 你马上 你可能大家都讨论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你就知道 比如说这个公司招人了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对于你自己来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交流 然后呢 就是你的一个实习网络 或者是你之前工作的一个圈子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就是说 很多人 在找数据工作的时候 他可能 就是在他自己的公司里面找到的 也就是说 就比如说是一个assistant accountant 他每天做的事情可能特别固定的 就是做一些processing 做些reporting的工作 那他可能一个月要做好几遍 那他如果想要做数据分析的话 他可能最容易找到就是他自己的一个financial department里面的一个reporting analyst 所以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现有的实习网络和你的工作圈子 对你来说就是一个 就是你第一步要进入这个数据行音的时候 你的最快的一个切入点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没有做数据分析 然后我就根本就也没有就是仔细去留意自己公司里面的招聘情况 那我觉得这个你现在从现在开始 如果你之前没有留意的话 那你现在可以抓紧去留意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你在公司里面找工作 相对来说要比你在圈子外面找 其实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 因为你的business knowledge那一块已经有优势了 就比起外面的人 所以说你在technical skill上面再加强 其实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我这个 我刚刚说的这个点 其实就包括你现有公司的人 因为我说的第三点 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公司里面 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就要build a network 就是你要有那个connection 那你可能看到有一个部门在招数据分析师 那你可能现在自己知道自己还不过qualify 那你现在就去跟 就应该去跟那个manager去build a connection 那虽然你现在还没有ready 就是你可能technical上面还不是很懂 那你再就是从现在开始 如果开始学起来 到下一次他们可能再招人说 你已经学会了 那他可能那个manager可能第一个想到你 所以说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你会被优先去考虑 这个新的职位 那我现在就是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就是说你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公司工作的时候 你在考虑跳槽的话 你可能要去考虑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公司 怎么说呢 就是说因为在大的公司里面 他可能会有比较完善的数据库的一个建立 那小公司可能相对发展会比较慢一些 就是你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的话 那你找一个大一些的公司 可能不一定直接找到的是数据分析的工作 那你可能在一个别的岗位停留 不会太长时间 他们一旦需要数据分析师 你马上可以进入那个工作岗位 所以说对你来说行业就是说你的公司相对大一些的话 你可能更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个数据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平时的话就是说 就是你要去积累你的一个business knowledge 那我觉得原则就是你换工作 但是呢不换行业 就是你在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但是你如果要换行业的话 你可能就相对来说不换工作 就是这样一个原则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细嚼慢咽一下我这个讲法 就是你换工作不换行业 也就是说你换了一个不一样的工作 可能是做数据分析了 但是你还是在原来一个行业里面做 那你可能换行业不换工作 就是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说你换一个行业 但是呢你不换你的工作 就是像我前面讲的 就是你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公司 但是还是同样的职位 但是你有未来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个数据分析师的工作 好我最后讲一下我们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东西 就是说大家会问 那我什么样我才算已经ready了呢 那我自己觉得我之前教的很多 就是学生 就私下我带的一些学生 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等着自己ready 但是我觉得人永远都没有真正fully prepared的一天 那为什么 就是说你应该保持一个随时ready的心态 也就是说你差不多你觉得 比如说你简历已经好了 你的面试好了 就是说因为你的business knowledge 和你的checking skill 并不会在比如说两三个月 你立马就提高的 那那个技术和技术能力可能你需要take a course 可能在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你才能准备好 那当你三到六个月准备好以后 你就应该出去面试 出去头检 就是出去头检 出去面试了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等 我把每一个interview question全部写好以后 好像你要准备的怎么样程度了 你觉得你才是ready 但我就觉得没有一个真正的ready的时候 就是你永远有可以去改进的一个空间 那最重要的是实际的面试 因为面试对你来说是一个真正的practice 所以说对你的成长 对你出去的一个自信心 还有一个你自己可以就是面试回来以后 你可以审视自己哪里有一些问题 就是你再去改进 这个帮助是远远超过你天天在家里面 就是空想自己有没有ready 就是不停的去改你的一个简历 去改你一个就是怎么样去回答一些interview question 来的重要的多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在三到六个月的时候 就是把你的technical准备好以后 简历准备好 那就应该走出去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 就是需要有人去push你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然后呢 希望大家就是在自己准备的这三到六个月 就是不超过半年的时间里面 能够真正的开始去take一些 就是去得到一些interview 然后呢可以真正的在一些实际的工作中去学到自己就是想要improve的那些地方 OK 我今天差不多讲的就是这些内容 那主要的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就是去用现在已经有的一些专业知识 然后呢结合今天就是我们现在的职业背景 去看待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在这个数据分析这个行业里面去发展 然后去提高自己的技能和你的未来的竞争力 好吗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有什么同学有问题 ug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